我们都知道一段成功的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同时去经营的 并不是你身边的那个男人没有本事 而是你整天在他面前无理取闹 让他变得压力非常大 每天回到家之后还要面对你这张臭脸 所以男人们才会在忙自己事业的时候走心 以下就是三种女人比白虎还要可怕 谁取谁倒北一起来看看吧 一 攀比之心太高 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女人 他们根本就不会顾及身边的那个男人的感受 总是与外面的女人进行攀比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不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 那么就会让他们丢失一个女人的面子 当他和有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每天回到家 对男人说的话就是张口要钱 如果这个男人不给钱 那么他就会和你胡搅蛮缠 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和你发生矛盾 其实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针对这件事情 而是针对你为什么不把钱给他 像这种女人 一般他们的欲望需求非常的强大 他们总是会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 与别人攀比 这样才能够让他们觉得自己生活的也非常的幸福 但是我们知道像这种女人一般不适合过日子 因为有的男人他们的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富裕 根本就讲不起这种类型的女人 而他们这种女人也是非常败家子的 即使你给他再多的钱 他也会花的精光 所以像这种女人 他真的比白虎还要可怕 如果你娶了他 那么只能说你倒了八辈子的美 二 自以为是 还有一种女人就是自以为是 他整天都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要围绕着他钻 他都以为别人离开了他就不能生存下去 像这种女人 他们一般都会有比较大的心理 因为他们这种女人就觉得男人如果不听从他们的话 那么就是不爱他们 而且像这种女人 他们一般在外面都不会有很多的朋友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人根本就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女人 和他们交往起来感觉非常的困难 稍微不注意就会引发他们的怒火 他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和对方发生征兆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和对方冷战 因为在他们心里已经和外界断绝了所有的联系 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甚至有的时候连他的父母都不敢去接近他 因为他的心思无人能猜得透 三心里只有娘家人 还有一种女人就是经常把自己的娘家人放在第一位 我们都说女儿嫁出去的人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 收也收不回来了 可是有的女人在他结过婚之后 三天两头往娘家跑 有的时候回去还会带很多的东西 他们甚至想把自己的婆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回去 让她的娘家人发家自负 从而过上小康生活 从来不把婆家人看在眼里 不管她的公公婆婆 甚至她的男人对她再好 在她眼里都是觉得非常的差 像这种女人 她们一般都是一种自私类 不管别人对她多么的好 在她看来都是有目的性的 而且像这种女人 一般只有她的娘家人会愿意去和她接近 而且经常在娘家遇到的事情的时候 她还会第一个冲出去 不管自己的老公有没有钱 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她根本不会去考虑 只要娘家有事 你必须得拿出钱 如果不把钱拿出来 那么她就会和你离婚挑射 像这种女人 如果你娶到了 她真的比白虎还要可怕 和她生活一辈子 你会发现自己老得非常快 所以以上这三种 就是非常可怕的女人 男人们一定要在选择自己另一半时候 睁大双眼仔细去看一看 不要在女人和你滚床单之后 你就觉得和她很合适 其实有的女人 她只是看中了你身上的金钱 权力地位 对你这个人 她根本就不感兴趣 如果有一天 当你没有钱了 你会发现 她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所以男人们 也不要在自己 结过婚之后 就去背叛自己的老婆 情人和老婆之间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你们觉得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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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